常常眼痕觸眼 用力斬眼 斬眼次數頻密 小心 這些可能是眼敏感的症狀 眼敏感 其實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症狀 一開始會痕 眼睛會紅 流點眼水 也有時候會覺得刺眼 甚至有時候嚴重點 就會覺得看東西模糊 眼乾也是其中的症狀 有眼敏感的人 他的淚膜會散得快一些 會令眼特別怕光和怕風 原來 小朋友比大人的眼更容易敏感 小朋友的免疫系統未發育完成 接觸到致敏原就容易有較大的反應 或者他們已經適應了 或者接觸了很多的致敏原 他日後對這些不同的致敏原素 產生的反應就會少了很多 眼敏感又有分全年性和季節性 室內無時無刻都接觸到的致敏原 好像是沉滿動物皮舌 容易引起全年性敏感 戶外的致敏原好像是花粉 就是季節性出現 患者多數在春夏的反應較為嚴重 眼敏感嚴重的人 他的角膜會化 而角膜的狀態差就會令雷膜不穩定 眼睛易乾 令到眼敏感更加嚴重 在惡性循環之下 就會令視力逐漸下降 如果結膜腫脹到嚴重水平 就要小心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把眼皮反了 我們會看到裡面是很凹凸不平的 那些凹凸不平的 腫脹的結膜 是可以壓住在角膜 導致角膜會損 處理得不夠快 去治療它的話 很多時候有機會 角膜會有些膜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 是因為膜疹在重要看東西的部位 而導致失明 如果小朋友覺得眼睛不舒服 應該先看醫生做視力測試 然後檢查最常受影響的部位 好像是角膜、眼白的結膜 看看有沒有敏感反應 腫脹或者嚴症 如果確診 醫生就會先處方外用藥物 好像是眼藥水 如果要買市面的敏感眼藥水 最好就由醫生幫病人試藥 確保效用和安全 醫生或者會按情況 處方外用或者口服的類固醇藥 或者消炎藥 有好轉或者可以減劑量 醫生說敏感不同一般的發炎 比較難根治 因為很多時候敏感的反應 是個人本身身體的反應 隨著時間 不同的刺激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天氣 其實他也有機會再犯法 保持家居清潔 用手提電腦時 記得讓眼睛看遠景 休息一下 都有座舒緩眼敏感的不適 拿手來出氣是沒有問題的 不接受我是一個沒有誠信的人 我們告訴你OK就可以了 我想你搞錯了 我想你真是 你不要混亂兩年 蘋果棟新聞 堅持追蹤真相 一起守護公義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